Happy Happy Baby Baby 唱给跳舞动动脑玩游戏 哈利哈利 咕哩咕咕哩 玩玩玩乐学习好玩戏 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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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猜一猜 没有问题不能够解釵 用一动手交换着游戏 操操到晚都充满活力 MOMO 玩完了 MOMO 玩完了 夜玩夜快乐 小心 首先 先吸氣 太陽出來了 吐氣 太陽上山 最小 最小 再變大 吸氣 再吐氣 把氣吐光 太陽下山了 好 來 月亮要出來了 彎一彎身體 來 換另外一邊 好 來 往前面壓一壓 好 來 往後延伸 現在一起走一走 大變成小鴨 抬抬腿 換一邊 兩邊都要 再一次 走一走 大夥要變成跳起來的小鴨 很棒 好 來 壓一壓腿 來 換另外一邊 好 準備 手插腰 小朋友 做完了暖身操 身體有沒有暖活了啊 有 太好了 那現在就跟著我們 還有MOMO一起 玩完了 YA MOMO愛跳舞 如果我有一間糖果屋 我會邀請所有的小朋友們 一起來玩 那MOMO你呢 MOMO想要在棉花糖做的床上打滾 感覺好好玩喔 MOMO 那小朋友們 你們想像的糖果屋 又長什麼樣子呢 現在我們就來唱跳這首 糖果屋 寂寞 寂寞是一塊塊巧克力糖 水龍頭流出去睡天又下 坐在海面蛋糕的沙發上 放著馬數玩偶 如果我家是糖果屋 我會不會煮牙 如果我家是糖果屋 我會不會飛腰 如果我家是糖果屋 我會不會煮牙 如果我家是糖果屋 我會不會飛腰 一起玩遊戲 小朋友 來玩遊戲 又到了 檸檬哥哥最喜歡的遊戲時間 一樣 先來觀察看看 今天要玩什麼遊戲呢 每一位小朋友手上 都有手搖鈴還有響板 我知道了 小朋友 糖果姐姐 今天呢 你們要組成一個 小朋友手搖鈴響板大樂隊 不是啦 檸檬哥哥 我們今天不是要來組樂隊 我們今天是要來玩 圈圈叉叉的遊戲 要用樂器來玩圈圈叉叉 怎麼玩啊 你們看糖果姐姐的手上有兩個樂器 一個手搖鈴一個響板 待會兒如果答案是對的 就把你的手搖鈴搖一搖 好棒喔 那如果是錯的 就把你的響板敲一敲 很棒喔 這是不是很簡單呢 馬上開始來玩這個遊戲吧 好 以下唸到的動物 牠們都是四隻腳的 第一題 兔子 好像有聽到響板的聲音喔 小朋友認為兔子不是四隻腳的 因為可能是因為我們平常跳舞的時候 都是學兔子這樣子 兩隻腳的跳舞 小朋友可不可以告訴我 兔子是兩隻腳還是四隻腳啊 四隻腳 所以如果呢 你覺得四隻腳答案是對的 就要怎麼樣 搖一下你的手搖鈴 對 哇 沒想到第一題呢 就有出現響板的聲音了 好 不要緊張 不要擔心 我們馬上繼續出第二題 下練哪些動物是四隻腳 蜈蚣 小朋友都很厲害喔 好棒喔 大家都答對了 攻擊 大家又答對了 好 下一題 獅子 都答對了 好 下一題 綿羊 很好 都沒有被烤倒 好 下一題 麻雀 痘痘反應超快的 很好 好 好 現在我們換下一題目 好不好 所以要聽清楚了 下練哪一些東西被哥哥念到的 它們都是圓形 好 是圓形的喔 第一題 輪胎 第二題 爸爸開著車的方向盤 下一題 一架 這答對了 很好 互拉圈 互拉圈是圓形的嗎 我剛剛差一點就要按下響板了 好 下一題 鉛筆盒 很好 銅板 銅板 銅板是圓形的嗎 好 小朋友呢 這個題目也非常的厲害 那我再換下一個了 好不好 好 有信心答對嗎 有 這一次檸檬哥哥速度會加快 所以要跟上腳步喔 準備 下面哪些東西 它們都會飛 聽清楚了 好 預備 飛機 直升機 挖土機 噴射機 好 聽清楚了 準備繼續出題了 預備 鴿子 有人用響板了 鴿子會飛 好 下一題 蚊子 桌子 桌子 椅子 金龜子 好 準備囉 下一題 預備 河馬 河馬會飛嗎 不會飛 斑馬 老鷹 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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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綿 檸檬哥哥 對 檸檬哥哥不會飛 會飛的其實是超人對不對 對 這個遊戲其實非常的簡單 小朋友只要準備兩種不同的樂器 就可以來玩這個遊戲了 或者是也可以問問看爸爸媽媽 家裡面有沒有什麼東西是可以發出聲音的 一樣可以來玩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可以訓練小朋友們的反應力 還可以找你們的親朋好友 一起來玩這個遊戲是不是很棒 對 我們再玩一次好不好 好 這次速度會更快了 要加油好不好 好 準備了 預備 下列哪些交通工具是四個輪子 好 預備 公車 貨車 高鐵 動動眼睛 休息一下 不要走開喔 從早到晚都充滿火力 摸摸萬萬萬 一起動動腦 一起動動腦 好 大家好 我是檸檬哥哥 大家好 我是菲菲 今天檸檬哥哥還有菲菲 要帶所有的小朋友一起來認識 這些東西 菲菲妳看一下 你們都有看過嗎 有些有看過 那我們一起來看看是哪些東西呢 首先我們來看看上面的第一張圖片 那個是什麼 膠帶 膠帶 那隔壁的呢 蠟燭 蠟燭廚呢 我們可以 有人過生日的時候呢 可以點蠟燭 還有什麼時候也可以點蠟燭呢 暗暗的地方 喔 原來在暗暗的地方 點上蠟燭也可以看得很清楚喔 好 那在蠟燭隔壁的呢 毛巾 可以用來擦身體的毛巾對不對 對 好 那在毛巾隔壁的呢 雨鞋 雨鞋 菲菲妳有自己的雨鞋嗎 有 妳喜歡穿雨鞋對不對 而且還有雨衣還有雨傘 妳喜歡雨衣雨鞋跟雨傘 對 這樣子妳就很喜歡下雨天了 對 所以小朋友呢如果妳們有喜歡的 圖案的樣式的雨衣雨鞋雨傘 應該都會很喜歡下雨天喔 對不對 對 好 所以這個是雨鞋 下雨天會穿的 還有下一張圖片這是什麼呢 餅乾 感覺好好吃喔對不對 那餅乾隔壁的呢 雨衣 就是妳下雨天喜歡穿的對不對 對 真的非常喜歡 整個人都好雀躍好開心喔 好 我們看完上面的六張圖片 來看看下面的第一張 這是什麼 不知道 這個是打火機 那小朋友要注意喔 不要去玩打火機 可能會很危險 這個呢可以製造火出來 那打火機隔壁的 這個是什麼啊 你看得出來嗎 垃圾袋 這其實不是垃圾袋 這個呢裡面是裝沙子 這個其實是沙包 因為沙子呢它的 它的外表它的形狀大小 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你有很多的沙子在一起的話呢 水就不容易流過去 對 所以這個是沙包 那隔壁的這個是什麼 手電筒 那跟蠟燭一樣很暗的時候就可以使用手電筒 對不對 對 隔壁的呢 水桶 那在水桶隔壁的呢 錢 很多硬幣對不對 對 那我們看完了這十樣不同的東西 現在就要請所有的小朋友 跟Fifi一起來動動腦 想一想 小朋友們 你們在颱風天的時候 會跟爸爸媽媽 準備什麼東西呢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那就出發 GO 小朋友們 快跟著Fifi一起來想一想 動動腦 你們在颱風天的時候 會跟爸爸媽媽 準備什麼東西呢 Fifi速度非常快 拿了她很喜歡的雨衣 還有雨鞋 這裡有蠻多工具呢 其實都是可以在颱風天使用的 Fifi閃一想 Fifi很聰明喔 選了沙包 還有一樣 你們在颱風天呢 會準備的東西 這其實是我要選的 被妳選走了 Fifi OK了嗎 OK了 好 小朋友們 我們一起來看一看 Fifi呢 遇到颱風天的時候 會跟爸爸媽媽 準備什麼東西 第一個 餅乾 而且妳會準備草莓口味的 對不對 對 因為下雨天外面雨好大 不會出門 風也很大 所以在家裡面吃東西 也可以準備餅乾 好 這個 對 因為像是颱風天 風雨很大 可能會突然下很多的雨 所以很多的店家 商家 就會在他們店門口 擺一排的沙包 就可以防止水淹進來 對不對 這個呢 雨衣 那如果你颱風天的時候 你可能要跟爸爸媽媽 去家裡面附近 買餅乾 就可以穿 雨衣 跟雨衣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如果你撐雨傘 風很大 颱風風那麼大 可以 颱風天沒錯 要準備雨衣 很好 小朋友們 所以這些就是Fifi呢 還有她看到 別人都會準備在颱風天 要用的東西 那你們答案又是什麼呢 像檸檬哥哥如果遇到 颱風天的時候 我除了會準備像是餅乾 我也會準備像是 手電筒 還有蠟燭 這樣子呢 只要按的呢 我也可以看得到 不用怕了 那小朋友們 我們今天 學到了在颱風天 可能會準備什麼東西 下一次再來跟著 檸檬哥哥還有Fifi 一起動動拿 拜拜 一起愛動物 大家好 我是糖果姐姐 大家好 我是萌萌 萌萌 萌萌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你知道是什麼寬蟲嗎 這個我知道啊 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蝴蝶對不對 對 對 就是蝴蝶 小朋友 你們也答對了嗎 那今天 就跟著糖果姐姐 一起來看看蝴蝶 嗯 糖果姐姐 台灣的蝴蝶種類 是不是有很多種啊 嗯 台灣有將近四百種蝴蝶 而且蝴蝶是屬於 完全變態的昆蟲 他們的一生有軟 幼蟲 蛹 和成蟲四個階段 那一般來說 蝴蝶的壽命有多長呢 一般是一到四個月 不過依照季節的不同 和種類 他們的壽命也有所不同 在溫暖和食物充足的時候 蝴蝶能快速的成長 壽命也會比較短 那糖果姐姐 蝴蝶的成長過程是怎麼樣的呢 蝴蝶在幼蟲的時候 會掀吐絲 為自己做一個基座 成前蛹 但經過脫皮之後 前蛹就會變成真正的蛹 之後就會孵化 就叫做羽化 羽化之後就變成蝴蝶了 之後蝴蝶會繼續交配產卵 再繁衍下一代囉 沒錯 蝴蝶的一生就是這樣循環下去的 但是要記住 蝴蝶的幼蟲是沒有毛的 如果你看到身上毛茸茸的毛毛蟲 那可能是鵝的幼蟲 不是蝴蝶的幼蟲 哦 原來如此 所以大家都誤會了 其實蝴蝶的幼蟲身上是沒有毛的 糖果姐姐 蝴蝶的體型那麼小 那牠們的天敵是不是有很多呢 蝴蝶牠們可以透過外型 顏色還有行為來融入周遭環境 再利用牠們的保護色 讓天敵不容易發現牠們 像很多的蝴蝶牠們的幼蟲和卵 也跟植物的顏色十分相似 所以牠們可以未裝成葉片 花或樹枝的一部分 這樣就不容易被發現囉 嗯 沒有錯 這是牠們保護自己的方法 這樣聽起來 翅膀對牠們來說真的很重要耶 蝴蝶的幼蟲會吐絲 讓自己懸吊在半空中 這樣天敵就無法攻擊到牠們 但是絲不容易斷掉嗎 不會 牠們吐的絲不僅防水有韌性 又可以在大雨來臨的時候 讓自己不被雨水沖走 哇 原來蝴蝶吐的絲功能那麼強大 而且蝴蝶成蟲的口氣像是吸管一樣 所以只能進食液態的食物 除了花蜜以外 水 樹枝 動物的糞便都是蝴蝶的食物 所以牠們都是靠食物來攝取水分的嗎 沒錯 但蝴蝶也喜歡聚集在溪邊 或是濕潤的土壤上 牠們會吸水來攝取水中的礦物質 喔 我明白了 透過今天的介紹 小朋友 你們是不是更了解了蝴蝶了呢 了解了 太好了 那下次再跟著糖果姐姐 一起來認識更多不同的動物吧 今天玩得好開心 糖果姐姐問問小朋友 你們喜歡郊遊嗎 猛猛喜歡去郊遊 可以呼吸到新鮮空氣 對啊 而且多多接觸大自然 也可以讓眼睛放鬆一下喔 小朋友 趕快跟著我們一起郊遊去 我們一起去 小朋友 趕快跟著我們一起郊遊 小朋友 趕快跟著我們一起郊遊 太陽高高 空氣紅紅紅 爸爸媽媽帶我去郊遊 花花花啊 草草 跳舞搖搖 小鳥唱歌 大樹再招手 一二一二我 好棒喔 我會自己走 我們去郊遊 大手小手 手牽手 今天最高興 我們去郊遊 那圓圖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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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hooo 爸爸妈妈带我去交游 花花阿草草跳舞摇摇 小鸟唱歌大树在招手 一二一二我好棒 我会自己走我们去交游 大树小树手牵手 今天最高兴我们去交游 小鸟唱歌大树